弟兄姊妹早晨 欢迎来到华人浸讯会的主日崇拜 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的站立 我们一起去歌颂我们的神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华的光处 可等荣誉照亮我路程 当我肯听主名他就充满我手 信靠信福这主行同行 信靠信福 若为吹齿意外 若要得主力喜乐 唯有信靠信福 没有一点黑影 没有一片乎患 能迷慢当他笑容显露 没有疑惑畏惧 没有流泪有泪 入传在于我身靠信福 身靠信福 人为吹齿意外 人为吹齿意外 若要得主力喜乐 若要得主力喜乐 会有信靠信福 若要得主力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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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轻轻闭上眼前 你的话你允许抚伤心痛 我的心可慕你 我的灵摇望你 靠近你 我心比的安心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 常常在你怀里 宁静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听你声音 享受在 充满爱 地痛在你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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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地方 静静闭上眼睛 你的话你允许抚伤心痛 我的心可慕你 我的灵摇望你 靠近你 我心比的安心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 常常在你怀里 宁静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听你声音 享受在 充满爱 地痛在你 你的爱 你的温暖 安静我的心 安静我的灵 你的爱 你的温暖 安静我的心 安静我的灵 你的爱 你的温暖 安静我的心 安静我的灵 你的爱 你的温暖 你的温暖 安静我的灵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与你相遇 躺在你怀里 躺在你怀里 引起 I want to go to a place 听你声音 享受在 充满爱 充满爱 的痛在你 我的心 可慕你 我的灵 遥望你 靠近你 我心底的安心 在世间 万有种 哪会有放肆 是耶稣 我愿重药 揭力重药 主爱是奇妙 主爱是奇妙 好大 我愿重药 我愿重药 为你 献上中山 要立憾 要重药 各支中山 众山 欢呼攀篅 天夜晚里 也我仍叫人 与众海附下 全人生存 挑一祸叉 要实现你创造 愿永爱着你 我这生不变更 这世上永在没有别人 祝你 在世间 万有种 哪会有放置耶稣 我愿重恙 竭力重恙 主爱是奇妙 好大 是我主 是旧主 作我安稳地互送 我若只有一声信存 也要定义的 拜 祝你 牵上众生 要留下 要众人 各众众生 众生 风 风 拍照 祝你 天夜晚 你 也我应 飘扬 与众海附下 全人生存 跳一祸叉 要实书 要实书 你创造 愿永爱着你 爱这生不变更 这世上永在没有别人 祝你 牵上众生 要留下 要众人 乐出众生 众生 众父 拍照 天夜晚 你 牵上众生 也我应 叫人 与众海附下 全人生存 跳一祸叉 要实书 你创造 愿永爱着你 爱这生不变更 这世上永在没有别人 想 这世上永在没有别人 想 这世上永在没有别人 想你 现在是家事分享的时间 我想提醒大家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我们主餐的主日 我们主餐主日 如果大家是有需要杯和饼的时候 我们欢迎你和教会办公室联络 我们可以将杯和饼 要不就送到你家 或者是如果你方便的 你可以来到教堂 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办公时间来到教堂去杀取的 那我们的办公室时间 是由早上10点 去到下午的4点半 欢迎大家在那个时间 可以经过教堂这里 去按门钟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都会有人去开门 可以帮你去拿到杯和饼的 我们今年也是注重祈祷这件事 我们到底在生命当中 有没有真真正正去用我们的一生去祷告呢?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需要都交托给主呢? 或者我们懂不懂得将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交托给神呢? 我们想鼓励大家透过祷告一起去学习这门功课 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神讨会 就是每天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早由六点至七点可以来到教堂 跟我们一起去祈祷 或者是说你在家也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如果你早上起床 用一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时间去交托给主向神祈祷 无论是其自己的需求 我们可以其一些些 我们也都可以去为到我们的教会祈祷 我们为到我们的社会祈祷 我们去静心去听我们有没有主跟我们讲的说话 我们也都可以拿圣经出来 去一起去阅读一些一段的经文 如果你不知道应该读什么经文的话 你可以考虑读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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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втомоб lamb crib 读诗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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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看命 大蔚如何向神祈祷 我们就需要学习如何应用他 如何祈祷 另外一方面也有的 《徒告出来的能力》这本书 我们很愿意给大家做出来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去看这本书 我们中文版的是13元一本 在办公室原价去卖给你的 我们也都想跟大家讲 说我们现在这个疫苗的状态 好像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可能可以在4月 或者有可能要更迟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在4月 可以回到我们的实体聚会 那不知道大家意向如何 我希望如果你有心 你觉得4月开的时候 我想回到实体聚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办公室 跟办公室讲 好给我们知道大概有什么人数 会愿意回到来 因为我们的人数实在是有缺的 所以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回来的时候 即是说你可能是打了两次针了 或者是我们都是要戴口罩的 如果你是觉得你是愿意回来的时候 请你跟办公室讲 那我们就有个印象 我们可以是有我们的实体聚会 那我们实体聚会之余 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是有我们的望上崇拜 所以你可以是继续的 如果你是未曾打疫苗 你没有办法回到教堂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透过现在的望上技术 继续的跟我们一起去敬拜 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是206-725-6363 再说一次是206-725-6363 如果有弟兄姊妹是可以跟办公室咨询 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开门 什么时候回到实体聚会 你有没有兴趣回到实体聚会 我们欢迎你打电话给办公室跟我们讲 现在我们去一起的 为到我们的奉献祷告 我们低头 主要地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教会 叫我们是可以在疫情当中 我们都继续的有能力去敬拜你 去学习你的话语 主要地恳求你去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继续作主作王 主要地愿意你去改变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微小的奉献交托给你 我们希望是在你的国度当中 是有他的贡献 主要地愿意将我们的人生交托给你 求主带领 我们的祷告是 逢靠主耶稣基日 圣明祈求 阿们 今天的讲到题目 是信着圣灵而行 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 是出自于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一段很短的经文 我们可以在当中学到的是有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会明白到 我们应该知道被圣灵充满 是我们得救的确据 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选择活出它给我们的自由 在人生当中 彼此敌对的东西不少 好和坏 富贵和贫穷 健康和疾病 成功和失败 这些外在的 比较是人可以见到的矛盾 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关心的 却是我们的内心 是我们内心的态度 是道德 这些内在的矛盾敌对 到底是什么 上帝看你和我是凭什么标准 什么叫做道德的态度呢 这些问题 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未信耶稣基督的人去问 但是当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开始明白到这些分别是什么 下个礼拜我们更加会听到 圣灵的果子到底是什么 我们会更加去知道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但是首先我们要看保罗 要我们明白这两方 是有怎么样的不同 而我们为什么应该顺着圣灵去行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看 特别去看敌对的这两个意志 一个是肉体 一个是圣灵 最后我们去看 我们应该 为什么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首先去明白 敌对的意志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去看这一段简短的经文 是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第十六至第十八节 这里是这么说 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 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 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肉体相争 这两个彼此敌对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这个是神的话语 保罗警惕我们 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 这个不只是说一个矛盾 不单只是互不相容 圣灵和肉体是敌对的 它们是会为了你和我的灵魂相争 就是格斗 斗争的意思 为什么呢 肉体想拥有你 肉体不想你去跟从圣灵 因为肉体我们这个熟悉的 这个身体所要的 它的欲望 是被我们的敌人 魔鬼去掌管的 它是想我们远离神 远离圣灵 它不想我们可以得到圣灵 可以给我们的 而神就是透过圣灵 跟撒旦去 这个魔鬼去欠我们的灵魂 因为圣灵爱惜我们 所以它会去跟魔鬼去上阵 去斗争 去格斗 因为我们是它所救回来宝贵的儿女 所以它会为到我们的灵魂去跟魔鬼去打仗 这两个格斗 是我们见到有好几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有不同的 它是会给我们有不同的行为 在外面 我们有不同的内在的态度 更加我们有不同的未来 我们明白到 如果我们纯服圣灵 和我们纯服欲体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不同 首先我们看欲体 欲体的情欲 在世界里面 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见到 黑社会专长的黄祷毒 就正是最常见的这些的 欲体情欲 是吧? 黄祷祷 这些败坏社会情欲的邪恶 今时今日 已经不留给这些的 黑社会犯罪集团去经营了 反而我们见到 我们有政权的垄断 我们见到政府去找办法 去将这些黄祷毒的事情合法化 他们要将黄祷毒这三方面的罪恶 他们要 他们说他们想好心帮我们控制 但是其实他们是想在当中 似得以前黑社会这样 将这些东西 据为己有 他们可以控制 他们就可以将这些东西 推给我们的下一代 叫我们人去合法地 所谓的合法地这样去做 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利 这些说的都是外在的行为 我们明白到 我们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这些可以说是败坏社会的邪恶 我们明白 黄祷毒 没有一件是好事 但是神看的不单止是这样 欲体的情欲 更加会影响我们心里面的态度 教我们 说我们不看好其他人 不信任其他人 不尊重其他人 这种 这个态度 会影响我们的为人 保罗在第十九 去到第二十一节 我们下个礼拜看的经文 会列出很多 这些的情欲的事 我们更加会见到 在第二十二节 去到第二十三节 我们会见到 一些属灵的果子 属性灵的果子 我们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属性的 这个欲体情欲 内在的态度 不是好的 更加是我们不想要的 我们也都知道 肉体和 圣灵 给我们的未来不同 肉体的情欲 无论外在的 或者内在的 我们也都知道 神眼中 它是 在神的眼中看的 是比人眼中看的 更加重要 而我们知道神体的 不单只是外在 更加是我们内在 我们都知道 这些肉体的情欲 是充满了罪 我们知道 它们带来的 未来 自然是不同 我们明白到 如果我们 生命当中 是充满了罪 无论是外在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说 我们没有罪 因为我们没有杀人放火 这些说的都是外在 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问题 是什么呢 当我们有人 想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会跟他们分享 福音的时候 我们首先 是要搞清楚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有罪 问题是问 到底 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时一刻 我们心里面 想的 是 冒犯了神 这些都是罪 而罪的后果 就是去地狱 你可能会问 到底有什么 才叫做罪呢 在神的眼中 什么是罪呢 我们讲到是内在的 我们讲到的是 我们心里面的 那个态度 首先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有权 去定 什么叫做罪 什么不叫做罪 你已经犯了罪 因为 我们的态度上 以为 我们是神 我们以为 我们可以定 什么叫做罪 什么不是罪 朋友 我们的罪 就已经在这儿发生了 因为罪的定义 不是在 给我们去选择 而是在 神去选择 神 就是美好的 祂是无罪的 因为罪 就是违反祂的旨意 那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看圣经 我们去学习 就是要知道 上帝的旨意 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去 冒犯祂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罪 这些的罪 我们很简单 没错 我们不应该杀人 我们不应该是犯奸淫 但是在这两样事情上面 我们看 耶稣是怎么说 我们就已经知道 我们差多远 我们知道 不可以杀人 但是 耶稣说得更加清楚 只要我们是 恨我们的兄弟 我们恨我们的隔离轮舍 无论为什么 我们去争他们 这个已经 是在我们的心中 去谋杀他们 那我们就已经 是犯了杀人罪 奸淫 我们明白 是一个 我们世界当中 最恶劣的一种罪 但是这个外在的罪 原来我们在心里面 已经犯 如果我们 看到 看着另一个人 而有心里面 有这个 邪念 我们去用 那种的 性关系的想法 去想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犯了奸淫 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思 是看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的罪性 对他来说 是更加的明显 而如果我们去跟随 这种罪的时候 我们的自然后果 我们的未来 很简单 就是地狱 保罗明白 肉体 是人的本性 而人的本性 就是有这个罪性 这个罪性叫你和我 是放纵情欲的 所以他劝告 罗加拉太的信徒说 首先 绝对 不可 满足 肉体的情欲 因为这个欲望 是不止息的 一发就不可收拾 这个是因为 肉体的追求 是熟世的满足 但人 往往从熟世的 那些事情和物品 是得不到满足 我们知道 有很多 有钱人 说到说 他们用了一生 去累积 一大堆的钱财的时候 去到生命的终点 他们都是得不到 满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想找的满足 并不可以在钱财 物品身上去找到 今时今刻 年轻人 我们更加会听到 他们不追求钱财 他们反而是追求 生命当中的经验 因为他们会说 因为人生只可以活一次 他们想追求的 是人生经验 但是在当中 他们拿了所有经验之后 他们回到来 都是可以是凶尾尾的 那他们的心目 他们的心里面 是得不到满足 保罗是明白这件事的 所以他叫加拉太人 不可以去满足肉体的情欲 因为你其实做不到 你不要去追求这件事 因为你做不到 第二样 他这里再说下去 就是说 这种的肉体 肉体的情欲 是会使你们不能做 所愿意做的 这个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去沉迷 就没办法去自拔 是没办法去摆脱 保罗知道这样 会搞到你和我 不得自由 我们会沉沦 在罪海中 没办法去做 我们所愿意的 我们所愿意做的 我们想得到的 就是那个满足 我们做不到 比如说 我们之前所说的 黄赌毒 很多人 开始的时候 就是想沉迷着 他们想找的是一个 我们叫的 一种嗨 他们觉得有一种 个人的感觉 无论是黄 是赌 是毒 都当初 是觉得有一个 很兴奋的 感觉 但是这个兴奋的 感觉 越想找 就越需要 更加 沉迷的 那种刺激 所以他们 越稳 越沉沦 在当中的 罪海 他们无办法 自己 出回来 他们需要的 唯有 耶稣 唯有上帝 唯有 神 可以 帮助 他们 圣灵 来到的时候 就是 为我们 去打仗 圣灵 和 肉体 的相对 是要我们 可以 脱离 这种的 情欲 要我们 脱离 黄赌 毒 要我们脱离 我们 变态 的 态度 当社会 变得越来越败坏 的时候 神 想你 和我 可以 摆脱 这里的 捆锁 不要再 被 挟持 我们 明白到 世界当中 有很多 很多 的事情 想困扰 我们 很多 会在 外在的 去做 不单 黄赌 黄赌 毒 而是我们 更加多 会见到 社会当中 有很多 要我们 觉得 我们需要 去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 去 将 我们的 时间 我们的 精神 摆在 一些 其实 不是 神 的 事情 上面 譬如 我们要 去 关心 某一个 某一个 组织 他们 说的是 黑命关天 等等 但是 我们要 明白到 背后 这些组织 他们 不将 人 视为 神 的形象 他们 其实 对其他人 做的 坏事 是 多 过 好 事 我们 要搞清楚 我们 最 我们 唯一 一个 亦都是 我们 第一个 应该 去 关心 的 组织 一件事情 就是 耶稣基督 设立的 组织 而耶稣基督 设立的 组织 只有 一个 就是 教会 教会 所 做的 是 关心 社会 我们 将 福音 给 人 因为 如果 人 没有 福音 的时候 如果 人 不认识 耶稣基督 为他们 个人 救主 的时候 他们的 后果 只有 一个 那个 就是 地狱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 牺牲 为你 和我换取得来的 是一个救赎 但是不单止是这样 他更是 让我们 让我们有自由 可以 被满足 就是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所愿意 得到的 事情 保罗 在第十六节 已经给了 我们一个答案 因为 希列文的文法 可以有 两个翻译 而我们 这两个翻译 刚好 就是在 我们这个 和合本 和合本的 收定版 当中 见到的了 刚刚我 和你们说的 就是和合本 的收定版 2010年的 翻译 是说 你们 信着 圣灵而行 绝不可 满足 肉体的情欲 而 如果我们 看回 1910年的 和合本 我们又见到 你们当 信从 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 肉体的 情欲了 我们见到 其实 希列文 他的意思 有前有后 我们 我们 不可以 我们 不可以 去满足 肉体 因为我们 满足 肉体 我们就会 去 追踪 一个 错的方向 但同时间 圣灵 也都是 帮助我们 不要再 放纵 肉体的 情欲了 就是说 我们 不是 自己去做 这件事情 我们 要相信 上帝 相信 圣灵 是会 带着我们 不去 再去 放纵 肉体的 情欲 但是 最重要的 是我们 应当 做什么 就是 顺着 圣灵 而行 当我们 接受 耶稣 为 救主 的时候 不单 求得 他的 救赎 我们更加 邀请 他成为 我们人生的 主宰 主宰 就是说 他可以 指使我们 应该 如何生活 如何去做 做什么 我们更加 在他的身上 得到 我们最想要的 满足 神给我们 自由意志 是释放 我们 可以 选择 信从 他 当我们 未曾 被圣灵 释放 之前 我们的 罪性 使我们 无能力 服从 他 而 只可以 放纵 情欲 你明白吗 我们的 自由意志 是释放 我们 可以选择 跟从 神 因为 我们 是 未被 拯救 之前 我们的 罪性 不容许 我们 我们 无能力 我们选择 不了 我们无法 去选 去服从 我们的 上帝 我们 那时候 是 未被 释放 的时候 我们 只 懂 去 放纵 我们的 情欲 只懂得去 追尋 满足 我们的 肉体 但是 因为 耶稣基督的 缘故 因为 神 爱我们 因为 祂当我们 是 祂的 儿女 祂有 这个 盼望 去 使我们 可以 成为 祂的 儿女 的时候 耶稣 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 为我们的 罪 去死 祢 祂 祂 俗 祂 使 圣灵 来到 我们的 心当中 叫我们 有 能力 去 跟随 祂 叫我们的心可以转离 我们肉体的情欲 转向圣灵 去跟随活在我们心中的改为 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 释放我们可以选择信从祂 在人的当中 并不存在所谓的寿命或者命运 人的结局并没有一个注定 我们很多时候想人的命运 我们可能讲寿命 我们可能说人生整定 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是有自由意志 这个自由意志是给我们 可以自己作主去选择相信 怀疑 接受 拒绝 等等 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 而给了我们 我们可以 因为祂 将我们从罪中 去释放出来 我们可以选择祂 而我们应该选择祂 在圣灵里面 我们得着自由 让我们能够去满足生命的目的 而生命的目的 就是从 起初 一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人 要去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 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懂不懂得去做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呢 当我们去想我们顺着圣灵而行 保罗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是在圣灵引导之下 我们就不再是律法之下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上几个礼拜 讲过 律法是管转我们的那个启蒙教师 律法是管转我们外在的行为 让我们知道不可以做些什么 但是现在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改正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和思维 在诗篇第二十五篇 第八到第十节 这样讲到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因此 他必教导罪人走正路 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是正直的 他一定会教导我们一帮罪人走正路 我们见到诗人在诗篇已经这样讲 我们今天看加拉太书 我们见到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是要我们去摆脱我们的罪性 我们肉体的情欲 我们若是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之下 诗篇二十五篇第九节 继续下去 他要按公平引领 我们将他的道指教他们 弟兄姐妹 我们见到这里 我们再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我们要成为谦卑的人 我们要谦卑下来 他就会按公平去引领我们 将他的道指教给我们 我们要跟随他的道 我们就需要先牵卑下来 我们去知道他会教导我们 第十节 这样讲在诗篇 二十五篇第十节 凡遵守他的药和他法道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信实待他 他这里讲到要遵守他的药和他法道的人 但是我们要明白到 弟兄姐妹就是 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当我们只是属世的一些动物的时候 我们其实 没办法去守到 耶和华神的药 耶和华神的法 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 可能我们外在 好像是做到 不杀人放火 不犯黄祷毒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内在 那个态度上就已经犯了这些罪 我们就已经是 在我们的眼中 用错的眼光 去望一些人 我们在我们的情欲上 就已经犯了一些 不应该犯的事情 我们明白到 我们明白到 神体的是我们的内心 那个态度和思维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 我们发觉 我们没有办法 去跟随他的法律 他的律法是美好的 但是这个律法 也都是管转我们外在的行为 现在 当我们有圣灵 来到我们的内心的时候 他改正的 是我们的态度和思维 当我们可以 因为他的改变 开始遵守他的药 遵守他的法度的时候 我们就见到耶和华 会以他的慈爱信实 去代我们 我们需要问自己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不是有 圣灵同在的确据呢 弟兄姊妹 我们这样叫 你可能来了教会 已经有数十年 你可能曾几何时 是骑过一个 你现在都可能 未必记得的一个讨告 你可能问过 耶稣基督 邀请他去拯救你 给你上天堂的这个车飞 但是那个问题应该是说 到底你有没有邀请他 成为你的主宰呢 你有没有给他 去改变自己的内心呢 如果你没有圣灵 在你的心灵当中 你怎样知道你是被得救的呢 朋友我想说得很清楚 你可以今天就知道 到底你是不是被得救 你有圣灵与你同在 你就是得救 而圣灵的同在 就是会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他叫到我们可以活出 自由的目的 我们自由的目的 我们想得到人生的满足 我们要明白到就是要荣耀上帝 如果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想 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只是想给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们可以有足够的钱财 有屋 有车 有自由的去 我们所谓的福分的时候 大兄姐妹 我们真的要问清楚 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到底我认不认识 我们的神 更加重要 神认不认识我们 看回上个礼拜 一个很简短 在两本福音书 都有讲到的 耶稣讲的比喻 会有很多人去到 天堂的门口敲门 他们会跟耶稣讲 我们不是按照你的名 去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做了很多不同的好事工 这些都是外在的 在门里面的 耶稣就会跟他讲 我不认识你 你们离开 这些作恶的人 大兄姐妹 这个应该是我们听过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到人生的尽头 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耶稣 但是结果发觉 他不认识我们 我们今天就去纳志 去认识耶稣好不好 我们纳志去 真的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给他也都可以认识我们 我想邀请大家 当我们去 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想向神去祷告 去求祂的赦免 去求祂的救赎 更加是求祂的同在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闭上眼 真心的去祈祷 去求神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在 我们一起低头去祈祷 主我们来到你的根前 我们去诚心的祷告 我们懇求主 赦免我们的罪 主我们在生命当中 爱在所做的 心里所想的 这一切当中 都有冒犯你的事情 主我们懇求祢 求祢赦免我们的罪 将这些的罪恶 抹去 不要再记得我们的罪 主我们也都 愿求祢 拯救我们 救我们脱离罪 教导我们 去跟随 你美好 完美的律法 主啊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跟随律法 才可以射罪 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释放 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射免 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选择 去跟随你的律法 去荣耀你 主啊愿你的名字 得到应得的荣耀 主啊愿我们 也都求祢的圣灵 进入我们的内心 主我们 恳求祢的同在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改变我们的情欲 改变我们的一切 愿我们是 追求祢 去活出 祢给我们生命的目的 给我们去荣耀祢 给我们去做祢的好儿女 主啊我们 一切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志祈求 阿们 我的心里投靠主 我应主 投靠你的 必不止受愧 投靠你的 定必走到方向 为这一生好处找得到地址 总赞尊贵耶稣 因天一生一世 包享人主的爱 世上无可尽 总赞尊贵耶稣 根基不止动摇 天天与你共行 我感恩 从随手到年终 你恩惠无穷 我天天的仰望 你天天的抱怨 从随手到年终 你保守看顾 每天恩典草 我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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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t 我的心里投靠着我因主 投靠你的必不自受愧 投靠你的必不走到方向 为这一生好处找得到地址 总赞尊贵耶稣 因天一生一世 包含一主对内 世上无可尋 总赞尊贵耶稣 根基不自动摇 天天与你共享我感恩 从随手到年终 你因为无穷 我天天的仰望 你天天的套勇 从随手到年终 从随手到年终 你保守可顾 我天天的仰望 你天天的套勇 从随手到年终 我天天天的仰望 你保守可顾 尝与我们众人同在 叫我们可以在圣灵当中 得到自由 去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求这个祝福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再用一下 再用一会儿 我们去见 我要再用一会儿 到永永远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